日本人的姓氏有哪些? 日本人的姓氏有佐藤、陵墓、高桥、伊藤、山本、山口等等。 日本姓氏数目约十四万,一般由一至三个汉字所组成,少数也有四个汉字的。 日本人的姓均有一定的含义,以地名为姓氏一大特征。 例如,有的人住在山脚下,便以山下或山本为姓。 有的人住在水田边,便称田边。 日本人的姓有许多是以村字结尾的,如西村、冈村等,这些姓最初都是来源于地名或村名。 此外,还有许多姓氏表示大自然现象、社会生活百相、思想意识的。 日本女子出嫁后要随夫姓,第二次世界大战后,日本新的民法规定,夫妻双方可以根据婚前所定,或随夫姓,或随妻姓。 但大多数日本女子婚后仍照日本的习惯随夫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